我们要修真 必须经过三修一化才能完成 这三修就是什么 修心 修性 修命 然后一化是清音效应 很多人这次没有来听课 被张毙住了 你要重视这是你的业力太重了 你还在追求实俗的东西 你没有真正觉醒 你的神没有清醒明白 今天这堂课是完全更高级的 往高级上带你的课程 什么原因 你被业力张住了 闭鼓啊 闭鼓啊 听了很多次啊 不去了 我这次又不会没准备闭啊 你被自己的冤金债主张住了 我们原本是佛 原本是道生得养天地人 我们为什么堕落了 之前给你们讲 我们原本是一个小灵点 一个古灵 从第一世的父母给了你基因之后 这个基因缠附着你 基因双链你们看到了 把你缠住了 缠住就肮脏了自己了 因为有业力了 第一世父母给你的业力 所以因为有业力了 这就像你的手脏了以后 你要干什么 你肯定跑到水龙头要洗干净 你的灵染了 污了 肮脏了 那你这一世 第一世你是在干什么 第一世就洗净自己的染污 解开自己的缠附 我被这个第一世的父母的基因缠住了 那么解开缠附 解开染污 洗净染污的方法 就是要用其光 富归其名 我原本是灵明的明点 灵明的明光 然后我现在被缠附了 说用其光 才能够把父母身上给你 他通过基因带来的业障 清除掉 无论是黑的染还是白的染 只有用其光 才能富归其名 这就是修真 所以说我们生生世世 做人来到人世间 你要干什么事情 用其光 富归其名 跟我念一遍 用其光 富归其名 你离开这个 你就是假人 你这夜天24小时 你没有去修自己的光 使自己的染污 得以托付 这个结得以打开 你就是一个假人 记住 什么是真假 说你这一天里面 是否抽时间 去用自己的光 去解开自己的缠附 用自己的光 去把自己的黑和白的染污 给他去掉 这是什么 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 如果你没有做 你今天做了一天的假人 如果你偶尔做了 你做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真人 真假就是这样 释迦牟尼也是告诉我们 绝者什么 佛也 谜者什么 众生也 我们每一天中 时时刻刻都有 绝的时候 大部分是谜的时候 因为你追在钱上面了 你追在情上面了 你贪嗔痴一满 地狱五条根 你都在做这些事情 都被染污了 这是业力对你的差异 说轻因消业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业力大部分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壁谷来消业 我之前讲课 讲得很清楚 有的人说 师父我宅子你给我震了 真在府你震了 鬼妮都给我清出去了 为什么我还看到阿飘那些东西 为什么我还有身上疼 被干扰 被攻击的 这种现象 我就问他 你身体里面有什么 你忘了你的基因里面 你的DNA里面 你的细胞核里面 都是染色体 染色体里面都是DNA DNA里面的碱基 连接中有三种明子 黑子 白子 白子是善业子 黑子是业力子 透明子 才是你的本来面目 你非得要把善的 恶的 白的 黑的 都释放 用其光 富贵其名 释放出来 不干净了 到那个时候 没人来产你了 你成佛了 因为你身上完全没有债了 没有业力了 你成佛了 也有人说 师父你为什么要经常的办法会啊 我这个 做了这么多法会 为什么 病还没有完全好啊 是有一点顺利 但是没有好啊 是也有一点起色 但是也没达到我的愿望啊 这就是什么 你无时节生死轮回 你的过去七世父母 带给你的业障 到底有多少 数不清啊 无数无量啊 你今生父母 以及父母九族 给你带来的业力 有多少 无量无边啊 是不是 你如果是 只是参加一次法会 就把他都度走了 那你要小心 你要死了 为什么 因为你活在这个人世间 没有意义了 你的业债都没有了 你要么去了极乐世界 要么成佛了 因为没有债了 你要死吧 有的人又不干了 还是有点业债吧 因为我还可以 做人我还没做够 我还在这慢慢消 所以你不可能 什么一次法会 两次法会什么 就把业债清掉了 只是减轻啊 你通过法会会场的 这个无量光什么这些 来作用你 用其光富贵启明 把大量的业力 借着诸佛菩萨的力量 诸圣者的力量 你自己内圣的力量 以及外面的 这些跟你有缘的 这个四圣众 和六道众生来相助你 你会大量的消业债 大量的消业 但是消完了没 包括我自己 我从我开始有师父到现在三十几年就开始消业 我消完了吗 我消完了你们就看不见我了 而且在一道光走了 没有业债了 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还要给你们讲经说法 是我欠你们的好不好 掌声一下 但没讲完 你要跟我讲完 你让我先成佛了 你才可以成佛 是这个概念 我欠你们的 所以是必须讲 不讲 我永远欠着 这不行 赶紧讲完了 拉倒 跟你们没关系了 把所有欠你们的都还了 还了我就走了 所以说有人说 师父你是不是现在成佛 我说你不要咒我死 你现在要说师父成佛了 我现在就不在这 释迦牟尼最后是在八十一岁的时候才圆满成佛 为什么 度尽众生了 度尽众生功德圆满了 所以他在菩提树下只是悟道啊 人家叫菩提树下悟道不是成佛啊 圆满成佛是八十一岁啊 所以你们看看我到底要多少岁成佛 我之前说了 我估计得活一百六十岁才能还完你们的账 掌声一下 你们也要好好活着 都活到一百六十岁一百五十岁 咱这一辈子把账都了了 再下一辈子不来了 咱都不来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业债 业债清金消业 是我们活一天就要干一天的事情 但是我们通过壁骨 这个体内的这些阴的 黑子的这个系统 我们带着业力子来 有父母的 有过去七世的 你自己七世 带着七世父母 七世父母祖先的 这个业债来的 你身上有两种两部分 一个是今生的 一个是过去生的 今生的是通过肉体的DNA带来的 过去生的是通过你的第八阿拉耶识带来的 这个叫神识和肉身两结合的这个部分 那么最后都通过你的肉体作用 过去七世父母的 是你的灵的灵魂这个部分的 神识这个部分 今生的父母以及九族 这个古代叫七玄九族 七玄就是你过去七世父母 九族就是今世父母 往前属九代 九代前基本上是 可以作为一种深层密码 归在你的九族那个上面去了 所以我们在修针的时候 这个论壁谷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把体内的众生杀死 包括这里面有三十九重 有各种各样的生命体 如果你怀着一个杀死三十九重 杀死这个体内跟你这个 让你生病的细菌 让你这个感染的细菌 让你生病的冠病 你要杀死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就犯了杀业 杀到银王九族 因为你的身口意的意也 已经犯杀了 这不是大悲心 所以我们要度体内的这些 阴性的三十九重 它促使你死亡 促使你堕落的 是要做超度 借着法会 借着修针 借着我们的壁谷期间 提供大量的阳性能量 去超度这些众生 不是杀死这些众生 也不是驱赶他们 是因为请他们出体之后 我们身体外 本身就是一个无量光的一个世界 藏传佛教里面它教你念这个 炼这个宝瓶气 宝瓶气 吸 鼻孔吸 吸进去的是无量光的气 壁柱进去冲你的身体里面的各个关窍 呼 黑气呼出来 呼出来以后 是到无量光的佛的世界里面 他们都把它度成光了 是把这些众生不化了 而不是怨恨他 你让我生病 你让我不舒服 你让我有业障 你让我事业不生 我杀死你 这个已经犯了异业了 杀到银王 你的这个五戒里面的 杀到银王九 你已经把这个异业犯杀戒了 你要忏悔 所以修针论壁谷 跟普通的壁谷术完全不同 普通壁谷术把它赶出去 把它弄出去 太恶心了 你们为什么在我体内这么烦我 修针论壁谷 你就要重视 是请你们出去 接受无量光的光化 然后脱离这些低级的众生形 而去变成佛 或者是极乐世界 诸佛进土 诸圣者进土 也不再有轮回 不再有烦恼 这就是修针在清阴消夜这个层次上 驱管体内三十九重这个层次上 你的起心动念 完全不同 还有呢 修心这个层次 在修身这个层次 我们练壁谷 用壁谷的方法 清净自己的身和心的时候 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说你的心 要有什么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一定要发这样的心 这修心上面 那么第一要修空性性 是什么 就是我原本是没有形状的 进虚空变法界的无量光 就是我的心 放大了以后 进虚空变法界的圆满 就是我的心 放到体内 我体内的细胞核 里面的那个光 就是我的真心 那个透明的就是我的真心 叫拿入戒子不为小 要用这样的光明心态 空而不实的心态 叫虚空界 虚空空性 你的心是空的 不要有一个心 所以是用这个来修行 那么在这样的心 自己要出离六道 你要劝说 体内的众生 都要跟着你一起 出离六道 交给他们 归于道经师三宝 归于佛法僧三宝 去修炼 然后解脱他的痛苦 所以是这样来对待 体内体外的无量众生 这是从修心这个角度 你必须这样去发心 修性是什么 修性是修神 我们体内到底有多少神呢 无量无边 眼神耳神鼻神舌神神神 每个细胞都有神 这个叫性体 它有修性光 组成的性光团 性光团里面 可以光中化佛 光中化众生 无量无边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从修性这个角度 所有的体内的 阴神阳神 都要归真 让他们跟你一起归真 归到无量光上面去 回归他的原本 众生皆是佛 众生皆是道生的 回归他的原本 这是修是吧 这是修性 和体内的众生 同频共振 和体外的众生 同频共振 这是修性 内神 外神 同时修 所以你要尊师重道 你要请天中八卜 请这个北斗九皇 请这个环天诸真 地界众神 大树神 风神 雷神 雨神 这些天中八卜的众神 和你一起修 这就是什么 这是我们修真派的修性 修性 然后命这个层次呢 是不是你 你有一条命呢 不是 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 你的命是体内每一个众生 他的命久长 你的命就久长 你体内肾神死了 你就准备着死了 因为要洗肾了 肝神死了 你的排毒功能就不久长 你也就准备死了 心神死了 你死得更快 所以体内众生活着 你才有活着的机会 所以修命 不是修你自己的命 是修你体内众生的命 使他们的命 使他们的健康 得以健康 使他们的命得以久长 你的命才长 这就是修命 所以是 那么使阴神转阳神 使体内的不好的物质 换成好的物质 我们这个就叫三元体系 三元体系 就是从体内的物质来讲 有眼睛看得到的物质 和眼睛看不到的物质 有眼睛看得到的三元 直元 物元 体元 还有眼睛看不到的直元 物元 体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